离火焦王和黄袍女子话音刚落,整间大殿再次有起轰动。 见此情形,七灵族的千秋圣女倒是神色自若,没有什么异样流露,反而是离火焦王眉头一皱,忽然脸色一沉。 全都安静一下,千秋道友会出现在此地,也是经过我们三皇和七妖王共同同意,至于李游自会在拍卖大会结束后,给大家一个交代。 而这一次千秋道友在此拍卖会上,交付拍卖的重宝,也是代表了对我们两族为善的一份诚意,拍卖所得灵食会直接赠给我们两族的。 一听离火焦王所说的话,台下两族之人倒真是安静了不少,不少人在暗自思量这位妖王话中的意思。 这时,黄袍女子却微微一笑,玉手一翻,突然一件金银相间的圆盘和一块白色玉碱出现在了手中。 接着此女说道, 第一件宝物,名叫万森轮盘,是一件万灵堡上也有名字的通天灵堡,原本是我们七灵族的镇族之宝之一,这一次为了表示我们七灵族的争议,才将此物拿出来拍卖的。 而此盘,号称能幻化世间万物,一盘再手,即可施展九九八十一种不同的幻术。 若是法力足够,一口气将八十一种幻术重叠放出的话,九十合体气的修饰身处其中,也难以脱身而出。 只不过,司法盘如此厉害的孤注一掷的攻击,多半也会将普通合体存在的一身法力耗尽的。 一会儿拍下此宝的道友,要多加小心了。 至于第二件宝物,却是我们七灵族从其他亿族处高价收购来的一幅上古晴天战舟的构造图。 此周可以在人千人以上,并可明映一些极其厉害的法阵。 无论是攻击防御都无懈可击,飞盾速度也奇快无比,绝对是特定使其用来保命的绝佳宝物。 圣女说到最后一句时,奄然一笑,竟吟吟有所指的样子。 随后此女抓着圆盘的手指灵光一闪,将部分灵力灌注进了其中。 在手臂微微一挥,顿时一片粉红光霞从那金银圆盘上滚滚而出,直往台下两族之人一扑而去。 两族人出其不意先事一惊,不少人更是提表灵光一闪,浮现出一层层的防御,但下一刻,他们就觉得一阵花香扑鼻而来。 接着骤然间发现,原本明亮异常的大殿被粉红光霞一卷而过,竟在四周纷纷献出五颜六色的奇花出来。 一个个拳头大小,但奇相无比,遍布整座大殿各个角落,但是一些法力精湛之辈,马上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幻术而已,口中自然好一阵的惊叹。 因为我并未继练过这万森轮盘,所以现在能催动幻术还不足以真正微能的十之一二,并且刚才的幻术也是八十一种中最不起眼的一种。 至于这幅擒天战舟的构造图,里面所画的剧洲,应该是数十万年前,曾经在天原大陆横行过一时的铁乐族的顶级战舟。 虽然想要炼制出此等剧洲,花费之大让人瞠目结舌,但是一旦真的炼制出来,除了前面所说的好处之外,此洲更能将千余人的战力直接放大数倍以上。 可在一些劫难中带门人弟子进退自如的,可惜此物耗费的珍惜资源太多,实在不可能大规模量产。 否则有了此图,直接提升一族的实力都不是不可能之事。 前秋道友已经将两件物品的来历功效全都介绍,万森法盘的威能也展示了一二。 至于那幅擒天战舟图,本王已经找人专门鉴定过了,绝对不假。 在下知道许多道友到此,大半还是为了这幅擒天战舟图而来。 不过我还要奉劝一句,此战舟固然威能极大,但是建成耗费资源之大远超常人想象。 一些囊中羞涩的道友就不要打此图的主意了,以免到头来即使花巨资购下此图,也无力建制出战舟。 好了,下面先开始万森轮盘的拍卖。 底价八千万。 能上混沌万灵宝的灵宝,即使整个灵界也只有那么一些,不知多少修士苦修一生,将境界提升到化神炼须境界,也都还未见识过真正的通天灵宝,到底是何等模样。 但八千万底价,让一二层的大多数人妖两族存在,一下就打消了出价的冲动。 心知这等宝物,自然肯定是要落在三层的合体骑老怪物身上,故而不会再浪费什么力气。 而三层的各个小屋中,竟一时间寂静无声,无一人先开口喊出价格来。 一小会儿功夫后,无数道顿光和一辆辆寿车飞舟,突然从云海中腾空飞起,向四面八方击射而走。 其中一道青红看起来毫不起眼,几个闪动后,却从飞先锋附近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清光之中,韩丽一脸阴沉,促动着顿光而行。 在他身后处,海大少和气灵子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 刚才最后两件宝物的拍卖,着实是其风迭起。 经过数十名合体修士的争夺,那件万森罗盘竟落入了黑凤王冠手中。 至于那铁乐族的晴天湛周图,却落入了号称真灵第一石家的龙家手中。 一想起龙家,韩丽不禁双目微眯,脑海中浮现出一名面色淡金的中年修士。 这位最后直接上台交易赞周图的龙家老祖,竟是一名合体后期大成的修士。 不但一身法力深不可测,更是带着一股非人的冰冷气息缠绕周身。 远远望上一眼,都让人无端的心声,心惊肉跳之感。 这位龙家老祖似乎一身修为丝毫不弱于三皇和七妖王。 怪不得能让龙家稳居真灵世家第一的位置。 如今这龙家以世家之力,在湛周图的竞价中压过了天元圣皇等人妖两族最顶级存在。 可见龙家财力纵然不能说是盖过其他势力,但起码也应该相差不太远。 一想想自己竟然得罪了此股势力,韩丽只觉得有些头痛。 不过好在先前通过谷家叶家的接触,已经知道其他真灵世家和这龙家并相合的样子。 他现在与这两家都有一些联系,本身他已经是一名合体骑修士,倒也不用真惧怕对方。 难道那龙家老祖还真敢带一杆龙家的客卿长老围攻他一人不成? 韩丽心中如此想着,一些忧心也就减轻了许多。 而就在这时,突然从他身后方向隐隐传来了一个有些耳熟的招呼之声。 韩道友,且慢行一步。 啊,我倒是谁,原来是万古兄。 不知道兄在刚才的拍卖会上是否大有收获。 在数百帐外之处,一团灰云奇快无比飞射而来。 在云上有一名老道,正是白骨门的万古道人。 这种拍卖会上哪有几件真正的好东西? 即使有最后两件宝物,也是看得着摸不着。 哼,趁人这句话深得我心。 无论是那件万三轮盘,还是晴天战舟图, 可真不是我们这些散修能够拍下。 特别是后者,那真是烫手之机。 哼哼哼,我就知道韩兄是聪明之人。 不像我们这些家伙常年闭关,脑袋都炼坏了。 不过,真人现在喊住在下,应该是另有什么钥匙? 这个自然。 韩道友可知道,黑语大会已经决定在三日后举行。 频道收到消息,也为道友顺便讨要了一块千亿令牌。 到时韩道友,持着此令,就可直接参与此交换会。 无需再通过什么其他途径讨要。 只见他手腕一抖,将手中之物直接抛了过来。 韩力不动声色地接住,低头扫了一眼。 这件是一件黑油油的三角令牌,上面挂了一些简单的花纹外, 任何标志都没有。 毫不起眼。 若不是对方说是令牌,韩力以为是一块铁片。 这就是千亿令。 道友不用怀疑此物,上一次黑语大会的牵引令,那更是一根木块状的东西。 虽然不知道主持交换会的人如何做到, 但这东西确实是进入黑语之地的唯一信物。 韩道友千万不要弄丢了。 原来如此,看来此交换会背后的道友还真是有些意思。 韩慕还要多谢真人相送此令。 哈哈哈哈,小事,何足挂齿。 说实话,老道在一干同节道友中别的本事没有, 但一些小道消息还颇为灵通, 不知韩道友是否听说过, 我们人妖两足在千年之内将会有一场不小的劫难。 你我可能都无法置身事外呀。 劫难? 真人说的莫非是摩羯之事? 哦? 道友果然知道此事, 不知韩道友对这方面的消息又知道多少。 经过万宝大会前的一番同节交流, 现在合体存在不知道一些摩羯消息的恐怕还真没有多少。 否则这一次拍卖会上, 也不会有如此多人不过身家能否承受得起, 拼命地争夺那副晴天战周图。 为的不是和他们一样, 想要赶在摩羯降临, 未雨绸缪。 虽然不多, 但也知道这次摩羯凶猛之际, 绝不是那么好度过。 看来道友真是知道一些隐秘的东西了。 也好, 频道也不再扭捏。 黑语交换会后, 韩道友是否有兴趣随频道, 去和一些散修同道聚会, 好好商谈一番, 我们散修如何安然度, 过次节。 散修, 都是我们人族中人吗? 我们人族的合体散修总共就那寥寥几人, 又有什么好谈? 不瞒道友, 这次要见的同道, 倒是妖族那边人巨多啊。 真人不必解释什么, 我对妖族并没有什么偏见, 只是想先了解一下此次聚会的情况。 既然与妖族那边这人参加, 看来倒也值得走上一趟。 等黑语交换会结束后, 我就随道友参加一下。 韩导友, 你此决定绝对是明智之举啊。 接下来, 二人自不可能在高空继续谈声, 聊聊几句话, 万古真人就告辞先行一步。 就见他足下灰云一番, 化为一道灰光, 飞射而走, 顷刻间踪影全无。 韩丽望着老道灯光消失的房型, 目光有些闪动。 师父, 我们是不是也该回去了? 七灵子, 月天, 你们先别慌着跟我回住处, 你们帮为师寻找一个人去, 对方是一名妖族女子。 是,师父。 这是姓武, 具体联系的方法你们也仔细听好了。 韩丽一番手掌, 将半截玉牌扔了出来, 嘴唇微动将下面的话语传音了过去。 两名弟子自然是宁神细听, 口中答应个不停。 好, 就这些了, 你们找到这人后, 就可以回来禀告我。 韩丽将最后一句话说完, 袖袍一抖, 三人附近漂浮的清光立刻分出小半部分, 将海大少和气灵子一国往地面徐徐落去。 韩丽则再次化为一道青红, 直奔, 住处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